大家好 现在为大家讲解是4D同源刀 首先安装我们的仪器 仪器这边的话左边就是连接我们的电源线 然后这边的话是安装我们的手柄 手柄的话这里对准这里两边 插进去的话这个两边的一个螺丝要拧紧这边 接下来按一下我们左边这个开关电源 然后这个是我们一个开机界面 然后有这个然后再走到这个白色 然后再随机点一下我们的开机界面 这个就是进入我们一个操作界面 我们4D同源刀的话有8个碳头 我们标配的话是304.5 标配两个 首先加大这个整个去安装我们的一个碳头 碳头的话这里对准这里的孔位 放在它这里 安装进去的话这里往下旋转 那接下来是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界面 界面这里的话是显示我们一个能量的一个总宽度 调节我们的一个总宽度 一般我们建议就是8到10 然后这个是调节我们一个能量的一个总长度 一般建议是25毫米 这个就不需要调节的 这个是调节我们的一个点一点的一个距离 一般我们建议的话是1.5开始到2.0 这个是调节我们的一个就是每条线 线一线的一个距离 数据越大它就越宽 但我们建议的话是1.3开始 这下面是调节我们的一个能量 我们建议的话是每个碳头不一样的参数 4.5的话是从0.6开始 3.0也是0.6开始 1.5就从0.4开始 到时候说明上有详细的数值参考 这个显示我们一个快模式 这个点击的话是我们一个慢模式 那最上方的这边的话是 我们现在上的是4.5的探头 它就会显示4.5探头 第二行这里的话是显示我们一个总法数 是5千亿 这个是剩余的法数 这个是我们一个排数 就是打8排 这个是我们一个能量的一个点数 有8排的话就有128个点 就根据它调节这个 点一点的距离跟线一线的距离 就有一个变化 那这边的话就是显示我们操作会计算这个 一个吃点数 这个归零这个基本就不用理它 没关系 这下面的话是12345的话就是我们有可以保存5个一个5个数据 点击这里就1 然后从这里调节 调节相对应的参数 调好之后的话按这个键就按保存 就可以保存5个数据 那这个就是启动键 这个暂停 然后这里的话会显示的话就显示两个 两个标示的话就是表示我们正常就是手柄可以正常的工作 先按启动 那接下来是我们示范一下操作脸部 现在我们示范操作脸部 要画线的话就是大概这个区域 然后从下巴 一般我们操作的话它是要避开一些地方的进去 发际线 发际线不操作 太阳穴 硬糖就是脸周围跟鼻子上唇下巴 然后嘴唇 嘴角这里的话一般一尺之外 这里的话就要避开 从硬糖下面到嘴上唇下巴 喉结都要避开 跟后面的的话都是大动脉要避开 这里是不能做太阳穴 跟它苹果及它颧骨上面 最上面这里是不能操作的 那么操作的话是怎样一个步骤 从最深操作脸部就是4.5 我们4.5的话操作的部位是在脸颊跟双下巴这个位置 3.0也是 那我们现在是释放操作4.5摊头 从最深做起 那么帮我抬一下下巴 对,那么操作的话有摊头在这里 它摊头的能量是在这一个范围25毫米 能量是输入在这一个范围 那么操作的时候的话 先添加凝胶 那么涂抹凝胶 然后操作前必须要涂抹凝胶 然后贴在这里操作 操作的时候如果尽量扣台的那个下巴 然后这样操作 这个手柄的话是按键操作 按一方就打 然后一直想 工作 工作 然后在这个打完的话 接着就是打第二条线这里 下巴 再按 然后再 再按的第三条线这个范围打 打完再接的四条线 如果摊头重的话可以两只手扶着 那接的操作脸颊这一个部位 然后这个它骨头的地方不要按着它那个骨头 要把这个松弛的皮肤往上提 提到这里 然后再去一定是有一点力度往上提 不要就是说 摊头只是固定的表皮上面 一定是稍微有用一点力 然后再按操作 然后再再移按操作 再移按操作 第一条线打完了我们接着打第二条线 稍微用力往上提 按操作 然后再 等它操作完了再移动 然后将它操作完了再移动 往上提 然后再操作第三条线 往上提 再按操作 然后移 操作完了再移 操作完了再移 然后再接操作 然后再接操作 那它下面一条线打完再打第二条线 接着就这样以此这样推就可以了 4.5烫头操作完了 再接着用3.0烫头 也是跟4.5这样做 先操作它下巴 再操作 如果客户没什么感觉 可以就是这样一下能量 往上加能量 然后再打电 记得是一定是稍微用点力 不要烫头固在那个表皮上 打第二条线 然后以此也是这样打 第三条线也是这样打 打完再移动 然后再横着这样子打完了 然后打第二条线 3.0操作完了 再接着用1.5操作 也是脸颊这个部分也是这样操作 等到操作完了再移动 也是这样一次的这样操作 然后也横着 然后我们1.5的话是可以做额头这个部位的 然后先固定好在这里操作 操作 操作移动 然后再打第二条线 那我们脸部就是这样操作 接下来示范一下我们肚子整部的操作 操作腹部的话 我们也是因为分上去 然后他肚子眼这个一下的这个是避开的 然后我们操作的话是用8.0去操作 能量开始的话是1.0开始 然后操作的时候在寻问客户的一个感觉 然后从这边如果他这边坠肉多的话 可以扶过来再去用手拉过来 扶过来再去操作 他如果是这边往上操作 一次这样子操作 然后再操作第二条线 一定是用点力哦 然后他头一定是贴贴着皮肤 不要隔空 然后操作 再操作第三条线在这里 然后我们再 从下面就是在走 横着走 然后竖着再走 然后再走第二条 这样也是一类腿 第四条线 那么肚子一个操作就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示范操作 胸部 胸部的话用的探头是6.0 然后我们能量键是0.8 它开始操作的话 它这中间的话是避开不能操作 那么怎样操作 就把它胸部往上拨 然后先操作的话 要涂淋浆 先涂淋浆去操作 然后打 随着往上提打到 但是不能打到它乳 乳头这里 然后如果是有个别是有妇乳啊 这里 然后就把这个肉 它松弛肉往上提到这里 再去操作到这边 胸部 然后操作 往上操作 那么胸部操作的步骤就是围着它周围 避开它的一个乳 乳头跟着中间 这里的话记得是掰过来 往上提到这里操作 好 接着我们释放操作它蝴蝶锈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用到的话有三个探头 有16.0 再接着操作3.0 13 然后再接着操作10 10.0 先释放下是16.0 然后我们操作也是要涂抹凝胶在这里 那么画线的一个区域就操作它 一般它就是让它放个枕头这样提高就好一点 固定的 那么先涂凝胶去操作 然后按这个 然后再接着到第二条线 一定是有一点点绿度 往上 然后再走第二条线 也是一类推这样子 第三条 那么 竖的走完 那我们再接着横着 然后从里到外这样子 再走第二条线 也是从里往外 嗯 16.0操作完了 再接着用13做 那么13跟16的建议能量都是 从1.2开始 操作 然后涂抹凝胶 然后一起类推这样走 然后再竖的走完再横着 然后从里到外 再竖的走 然后再换下去 然后13头 如果假设操作完了 那我们再更换一个操头操作 到10.0 13头做完 那再接着 我们用10.0的操头做 也是一起类推 从里到外这样子 竖着操作 第二条线 操作 第三条 第四条 第四条 然后横着 横着操作完了 再竖着 这样子 横着 就是这样操作 第二条 那么操作的一个蝴蝶兽 就这样子 现在我们接着操作 它大腿内侧 然后用16.0烫头先做 用到三个烫头先用这个 然后我们先划线 以此类推 这样操作 横着操作 再竖着操作完 再横着 对 以此类推 16.0烫头做完了 再接着用13.0烫头做 也是以此类推 这样操作 竖着操作完了 再横着 操作前的话 都需要涂抹你们家 我们现在是示范给你操作 然后先操作完了 再换烫头 接着用10.0烫头 也是这样以此类推操作 稍微用点力贴着皮肤 不要隔空了 贴着皮肤操作 以此类推 就这样子 那么操作完了的话 探头要 您将那些都要擦干净 这些 那么操作 释放结束 到时候有详细的参考说明书